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生活大家可以想想当时有多么的猴鹤 但是后来好几步长 1993年那会儿北京开始去炒外汇 那些手里有自己大款都去参加外汇市场去了 李成如也不例外 投入其中 而且当时他往自己的账户的收拾他买了美金 每次下单500手500手的下 根据李成如自己的说法 有一个令他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 就是当时有一次他在交易日元的时候 他的业务员跟他说 他下的500手日元已经挣了78个点了 差不多挣了十几万美金了 问他要不要继续拿着 当他平仓的时候 那一笔就赚了近百万 据他说这就跟减钱没什么两样 当时李成如觉得做万会将就这么赚钱做什么生意 那么这几万会之后 他每天除了等待纽约市场开盘 剩下的时间就是在玩了 当时他们纽约群炒外汇的土豪朋友 每个人腰上都别了一个boss机 他还不是一般的bb机 当时bb机来可以留字 24小时显示的全市外汇 什么日元兑美元 澳元兑美元 法郎兑美元 专用机 比一般的bb机还要大 他们呢 在这个鱼套的消费的时候 经常一高兴一甩手 就是服务员 几千万钱的消费 这就是当时李成如久之前的生活 这样的土豪生活 一直持续到外汇市场 在大动荡 也就是美国开始制约日本出口 然后呢日元开始升值 美元贬值的时候 就是这么一波政治消息 李成如账户爆仓了 里面的1300万美金 瞬间化为乌有 这件事成了他一辈子难忘的记忆 也让他从而转身 投身到了你们事业 然而他做交易 谁没个爆仓呢 谁都要注意这些 李成如说他 他并不后悔 也感谢自己当中的坚持 这一段外汇交易的经历 让他成长了很多 也为他日后精湛地打下了基础 其实呢外汇交易是公平的市场 不管你是明星还是普通人 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 只要你足够优秀 只要你有交易系统 你就可以赚到钱 反之再多的钱都有可能亏掉 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当时李成如 已经有了比较成熟交易系统的话 并且做好风扣 就不会费那么多钱 当然可能也许我们也就看不到 后面他的优势的影视作品 也不会有现在这样一位 优势的老戏股了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分享 这个李成如的故事 希望能进行一些喜事 做交易赚钱并不简单 绝对不能抱着赌博 或者侥幸经理 长期来看 只有坚实的技术积累 形成自己一套成熟交易系统 才能够在长期交易市场上 消耗江湖 管他消息面如何变化 我自亏然不动 好了 那么今天节目就这些 关于如何建议最交系统的话呢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阿萨社区和我们一起交流学习 我们下一期节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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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